各位傳媒朋友 吳安 我是尤尖旺區議員 平台的籌委 李敖 各位傳媒的朋友 吳安 我是尤尖旺區議員 平台的籌委 李敖議員 今天我們的記者會 先為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出席的籌委 首先是有 尼島區議員 梁國豪 九龍城區議員 李顯朗 沙田區議員 李智雄 屯門區議員 曾正興 葵青區議員 張文龍 後面的是 元朗區議員 黃白宇 然後是 荃灣區議員 謝文澤 深水埗區議員 黃潔朗 以及 黃大仙區議員 沈宇軒 不好意思 麥克風收得不暗 今天的記者會 將會分為兩部分 首先會由 尼島區議員 籌委會 發言人 梁國豪宣讀 粵語聲明 再由 九龍城區議員 平台的籌委 李顯朗 宣讀 英語聲明 由於時間和場地所限 今次的記者會 將不遲答問環節 希望各位體諒 正在開始 正在開始 這次是 以下 下來的時間 有請梁國豪議員 梁國豪 來到區議員 是籌委會的發言人 大家不看 自從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 香港政府和中共對我們香港人的打壓一直有真無減 日復日地將我們的年青人在街頭被警報 所凌辱 無數的手足被捕入獄 更可悲的是 有不少人甚至被迫選擇流亡他鄉 和一片土生土壤的土地從此一樣永隔 事實上 我們所珍視的自由 民主 廉潔 法治等等的價值 自主權移交以來就不斷被蠶食 我們慢慢地失去了集會自由 失去了政治自由 失去了言論自由 甚至失去單單站在街上 這麼卑微的自由 我們都失去了 而我們嘗試向我們一直所信賴的獨立法庭去尋求公義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原來法治早已死了 曾經緊執這個基本法保護香港市民的法庭 今天已經變成DQ民選議員 執行國安法 將一個又一個的香港人送入監獄的法律工具 在過去幾年 自從DQ梁天琦之後 政府對議會的控制就不斷收緊 正如政府今年宣布取消立法會選舉 改立這個臨時立法會 但又在之後又出以反義地DQ了四位臨時立法會的泛民議員 我們必須醒覺 香港人民主之路不可以再單單地依靠議會的路線 我們更加積極地組織民間力量 從而凝聚一個團結又堅定的公民社會 以至更可能是抵抗到暴政的進侵 有見及此 亦同時回應國安法的頒布 我們在今年的6月6號 17區民主派聯合會議上面 我們一班的區議員就提出了動議 提出了聯合本港18區區議員 區議會議員 成立香港公民議政平台 就香港之問題與民共議 並當場獲12個區議會議員的同事同意通過 自此就展開了籌備平台的工作 我們堅信 對於一個成功的公民社會 一個成功的議政平台 以及對香港整體的未來而言 民主派以及全體香港人的團結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極希望平台能夠將香港人 團結不同勢力 超越黨派成建的第一步 正因為這樣 我們過去6個月的籌備工作 我們極其重視不同板塊的民意代表去溝通 並且將我們盡可能的力量不斷邀躍政治光譜上不同的朋友 直至到12月21日為止 在籌備委員會一共有27個籌委加入 包括了港島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五個區的代表 也包含光譜不同的政黨議員 同時我們得到不少議員在承諾平台正式成立之後會加入 情況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籌委會都留意到保安黨和黨部 對我們所謂這個播毒亂港的平台的抨擊 政府最近突然高調指稱我們是非法平台的指控 以及這個徐英偉再次以國安法萬能key去恐嚇我們的港法 籌委會必須指出這些攻擊完完全全是一個笑話 平台的宗旨從來都極為清晰 就是反映香港人真實意願 謀求香港人的共同福祉 籌委會本來已經有計劃 在平台成立之後會就住全港的民生議題 包括明日大嶼發展 巴士路線重組 啟德醫院工程等等 他縮出跨區合作 為民發聲 爭取民生 斯文如實地反映民意 關注民生議題又如何犯法呢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的是 不同板塊對政府威脅的反應都不一樣 我們一直以來 不斷地邀請不同的政治勢力去見面 當中包括泛民主派 本島派 各區不同的地區素人組織 以及初選勝出者 現在我們再三邀請部分的傳統民主 泛民傳統政黨的高層 即時發表各席的言論 以及實際上限制了黨員參與平台的行為 不單止令到平台做不到這個團結不同勢力 超越黨派成建這個初衷 更加的是極大動搖了香港市民對我們平台的信心 在今個月的29號晚 就著部分傳統政黨的最新取態和最新形勢召開了緊急會議 策委會在這裡諮詢了不同的政治擺放的意見 經過了很艱難的討論之後 得出了最終的結論 策委會要在這裡忍痛宣布 基於平台然以不可能實現 團結不同勢力 超越黨派的成見的初衷 香港公民議政平台籌備工作 被迫立即終止 策委會將會即日解散 策委會強調的是 我們理解和尊重不同朋友 對香港的形勢會有不同的判斷 也都明白每一個人對政治打壓的反應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無需自欺欺人 在今天無的放置 山安白做 濫暴濫高 白色恐怖 這些就是政府的武器 而極權的打壓只會越來越大 絕對不會突然收手 策委會認為極權的打壓 是我們全香港人都要共同面對的難關 而我們身為民意的代表 相對著無權無勢 無資源的一般的市民 在面對極權打壓的時候 更應該以身作質 勇敢面對 只有這樣才可以對著我們投我們每一票的選民 策委會在這裡都借著今天的機會去解釋 恰如我們今天一再提到平台的初衷是團結不同勢力 超越黨派成建 我們一直以最慷慌的態度去籌備平台 邀請所有民主派的議員參與 從來不切既定立場 並且一直兼容並包含不同的意見 在這六個月以內 平台不同 平台不論方針 架構和形式 都經歷過多次的建議和修改 策委會是由不同的立場 和不同政治背景的議員組成的 我們留意到有些平台 有朋友認為平台是由本土派主導 疫情不會參與由本土派主導的平台 事實上平台是由各區區議員的民主派代表 各自派代表去參與 並不可能任何派別可以壟斷平台 好像我這樣 本人明顯就不是本土派 只是一個離島區的代表 同時我們要再三重新去講 平台之內我們的身份只有一個 就是為民發聲的民意代表 今天有朋友 只是因為部分籌委的背景和身份 背割了一個這麼重大的計劃 令到計劃因成見而優質 實在非常可惜 希望他日有人可以牽頭重啟 這個平台計劃的時候 各方的人都能夠用最廣闊的胸襟去參與 到時我們一定是第一時間支持 最後 籌委會必須在這裏 向所有曾經為平台籌組付出的朋友 以及所有承諾會加入的朋友致謝 沒有你們 平台不能走到這一步 籌委會也必須向我們的選運 以及全香港人道歉 我們力有不低 辜負了大家的期望 今次籌組平台的失敗 雖然極為氣餒 但也再次提醒我們 團結和勇氣是很重要 更加是探索香港公民社會 重組的重要一步 為我們未來如何走下去 是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2020年今晚就會走到尾聲 在最後 籌委會祝願香港新一年 氣象一新 喜劇泰來 功成有期 多謝大家